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的这个强猜 甚至能算得上一些血彩 视频和这个报道相当密集 我们都知道这个共和国自从建立以后 强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网联强猜的呢 都是一些涉及到运动中需要柴毁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一般来说是三次 比较大的 第一次是因为 重工业当时的需求 对道路对原材料运送当时有一些需求 所以把各大城市的城墙给裁 这一次猜争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开始 苏联当时扶持了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也借此 成为全世界五个完全工业化过的国家之一 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英国 它工业化以后 二战结束了 海外的殖民地 被分割走了以后 英国就不具备完全工业化国家的这么一个能力了 第二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 是美国 美国从八十年代开始提出了一个叫去工业化的这么一个趋势 其实它可能提出的更早 只是八十年代开始它逐渐的剥离了一些有污染的企业 你比如像电镀 据说美军现在带的薰镖都源自于温州的加工厂 整个北美大陆应该是已经没有电镀这个行业的生存了 因为它是高污染 重金属污染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去处理它 然后完了我们跟着看的工业化的国家是苏联 苏联在91年解体以后 它也不具备完全工业化的这么一个能力了 历史上曾经还有过的一些工业化的国家 逐渐的都消亡了 现在联合国能够认定的 具备工业化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目前只有中国 那么这一次常差呢 不是很明显 它对整个城市的这种破坏 破坏的同时它有建设 所以你只能说 它是农业国往工业国进化的过程中 它有一些举措 没有借鉴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 并不能说这个强裁 完全就是一种倒退 其实它损失的只是人文景观 对经济建设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正面 第二次我们看到的呢 是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 历史新 破了但是没历程 在破的过程中间 砸毁了很多老式的排放呀 一些勋表啊 包括老宅子 有一些名气比较大的 都被拆毁了 当然了我们知道 拆的最多的应该是祠堂 在拆的过程中间 改建成学校的也有 这个从民国时期 其实就有了 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呢 这个东西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普及 你要说强财 这也能算长一项 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强财呢 是指最近这几十年 尤其是94年税改以后 98年住房改革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出现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强财 这个强财是有经济利益驱动的 中央政府把这个税收剥离走了以后 地方没钱 地方没钱以后呢 它完了之后 中央给你政策 让你可以搞置换 搞房地产 那土地置换 开了个头 逐渐就形成了 后来的土地财政 2009年有一个资料显示 国土资源部显示过 地方财政收入里面 土地出让的部分 占到了48% 2011年 国土资源部调查资料里面 公布的数据是71% 以后我就没看到 具体的公布数字 有些人把土地财政 称之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半笔江山 其实远远不止 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 地方的工商税收 在逐年降低 没有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早就解不开锅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土地财政它主要 来源于土地出让 政府从这个农民手上 用极低的价格 增用农业用地 在城市 增用一些 烙市区的平民住宅 以规划的形式 把它收归国有 在这个过程中 给出的补偿 与政府获得的土地回报 中间有几倍 甚至十几倍 几十倍的价差 政府就是靠这个活的 最近这几十年 一直靠这个活的 现在为什么说 强拆的情况比较密集呢 因为政策要变了 游戏规则要改了 留给各地政府 时间已经不多了 依据中共的习惯 他们出台一个政策以后 一般不会上诉 会设立一道停止线 在这之前的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各地政府 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忙着搞强拆 刚开始我们见到的强拆 只是 虽说它是一条 有序的资金链 政府批地 然后黑社会强拆 政府再来一个 招牌挂 高价卖地 你说到它的本质 它是与民争利 不错 但是刚开始的过程中间 它只是用一些 小的手段 你比如说 找两个社会闲散人员 认两条毒蛇 破点脏水 写点威胁的标语 断断电 那么刚开始 还是属于那种 手段比较粗糙的 后来逐渐就形成了 一些专业的公司 这些公司 都是由社会闲散人员 去经营的 他们反正破贯的破摔 干的也都是经常干的活 钱拿的多 还有政府在后面做支撑 何乐而不为呢 最近我们看到的 就不一样了 开始有爆炸拆迁的 有放火拆迁的 活埋的 都不是一粒两粒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东西 它是有一个渐进的 政府已经开始 撕开面具 不跟你去玩 怀柔的游戏了 下面遇到的是什么 我们还不能猜 说句良心话 大家都不忍心往下猜 因为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个数据 从2003年到2015年 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出让收入 国土资源部有过一个统计 251万亿 2015年以后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数据 2003到2015这个数据是公开的 可以查得到的 被政府征用的这些土地 有一些卖给了房地产商 有一些卖给了工业用地 用来造商领资 我们看到有很多新建的小城市 由各地一把手拍板 拍脑袋 决定清建的一些小城市 卫星城 现在被称之为叫鬼城 空置房到处都是 可以这样说 一面是高企的空置率 一面是一波一波茁壮成长的楼盘 很少有人能搞明白中间的关系 其实就两个字 银行 所谓这个房地产行业 如果没有银行的支撑 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听到了很多词 你比如叫 容积率 贷款 分润 层层转包 层层扒皮 现在已经耳熟冷响了 招牌挂过程中间 出现了很多假标 人们也觉得很正常 因为它这个游戏就是这样玩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可能今后的房子 不会再给你卖 现在提出来了一种方案 叫混合拥有 也就意味着这个房子 你就是付了钱 你也只是租的 我们看到了北京 广州有一些新的楼盘 已经开始这样操作了 我相信 政府要建的 这些社会保障房 都已经建好了 空置的房子 它总要处理掉 毕竟对他们来说 怎么样把它变成钱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操作 在国家层面上 它是有自己的构想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拿到批文的 急着 把一些土地 拆迁完了以后 能够使用上 哪怕就是空置 明明确确的要持有的 这帮人 才在忙着强拆 他们要赶时间 千了再零 不如意料在此 抱着这种想法的人 相信很多 不是一个两个 从拆迁这个事出现之后 强拆就是人们 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 这几年 有一些灰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 前云会案 前云会案 还有一个 更出名的叫法 叫普交案 正是因为这个普交案的发生 人们才觉得 社会上的一些公知 他们也在做着维稳的工作 只是平常 显露的不那么明显 最近一段时间 强拆的案例很多 挖土机把人活埋的 不是一件两件 就如同兰京 发生的那个 扶老人的那个案例一样 现在愿意再帮忙 再去呼吁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一个阶段的疯狂 他让我们看到了 在现有的法令之下 都已经可以做到 这么肆无忌惮 规则要是改了以后呢 更严苛的一些法律 有可能就会形成条纹 落入实施的过程 未来我们将看到的一些灾难 可能会更大 而且人们已经习惯 不再为这种事情说话了 不是人们累了 而是已经产生疲倦感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见到了一些亮面 那是什么呢 云贵的一些边垂 包括广西啊 这些地方 他们在前面几次运动中 受到了一些波及 但是地方宗族的观念 还是比较强的 你从广东的乌坎事件 一直到去年广西 所有对抗强财的村民 能够被聚集起来 他们主要 还是依靠了宗族势力 文革 文革一直要打掉 中国千百年来 士大夫这个阶层 对政治的侵扰 要打掉宗族势力 搞得乡村自治 他打破了两千多年以来的 冠名 以往是皇权不下线 现在呢 他通过文革 把整个社会的触角 他一直延伸到村 甚至村民小组这一集 他最主要 要打掉的两股力量 就是文人对朝堂政策 朝政的干预 以及宗族 对地方 由乡生开始 对农民阶层的 这么一个潜移默化的引导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内地大部分省份 宗族势力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就算是恢复一下 续个家谱 也就是走走过场 但是在偏远地区 他不是这样的 宗族势力在慢慢的恢复 有一些政府的举措 尤其在反映到 你要扒人家祖坟 你要搞大规模的迁徙 你要拍脑来做一些 仅仅适合于政府 甚至是极少数掌权人的 这么一些动作 地方的宗族势力 就开始冒头了 所以今后呢 即便中央的政策 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在强拆的这一块上 个人的力量 会逐渐的被遗忘 宗族势力 这种反抗 频率会增加 我们以后见到的群体事件 可能会越来越多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惨烈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抗拒 这种潮流 因为政府 它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它都有政权作为依靠 它是有自己的法理性 它还会讲出一些 很迷惑人的一些话 也有很多工知 为他们做辩解 党内呢 也有一些 表扬他们这些地方官员 勇于面对群众 去强拆的这么一种革命气感 去年我们看到网上流传的一段 王岐山在中纪委的讲话 其中 他就用了很大的篇幅 来包扬地方官员 大规模的 高速度的推进了经济建设 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至于这后面 血淋淋的强拆 这种代价 因为中央的支持 地方官员更是有恃无虎 所以短时间内 我们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 只能说 强拆还会发生 方式可能会改变 游戏规则 即便是更改了以后 该强拆的时候 地方政府还是会上来强拆 而且手段越来越暴力 地方的反抗 中族的这种群情激愤 能不能演化成 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导致恶性的结果 现在谁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趋势在密集 个人能起的作用不大 我们只能看着 三个小手喊两声 到此为上 我们不能说法律 它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同王朝的更迭 不在法律的范畴之内一样 强拆 它背后的力量 源自于政府 没有土地财政 这个政权早就崩溃了 如果说房产税作为一种替代 它能补上强拆 带来的土地出让的这个收获 那么今后呢 有可能强拆越来越少 因为它需要扩建的土地 越来越少了 强拆的需求它就没有了 它反过来就是 面对已经持有住宅的 已经持有多套房产的这些人 进行一个二次盘剥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政策喊了几年 始终没出来的原因 也是很缥缈的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除了居民用来自住的房子以外 大量的房产 尤其是空置的房产 它是掌握在既得利益的 这帮人手上的 让他们决定 对他们自己收税 我相信这个难度也很大 所以我们等了几年 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 最近可能有的一些变化呢 也是一个 发出一个截止日期 到这个之前 可能有一些政策 就失效了 完了以后呢 会制定一些新的法规 面对未来的这种 混合产权的住房 他可能会设置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能调整成什么样 猜不透 只能往下看 我相信 只要这个政权还存在一天 强拆 就不会完全被终止 他们拆极了之后 连新四军八路军自己的 旧址 他们都会拆掉 别说民国元老的住宅 有一些纪念意义的故居了 当然了 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拆 甚至日本 在中国东北 当时有一些啃直团的遗址 他们都没拆 有纪念意义吗 没有 但是有需要 有政治需要 对地方官员来说 更多的他们还有利益诉求 把这些遗址保全好啊 他们能获得 比墙拆了之后 卖成商业用地 工业用地 更多的经济回报 很可笑吧 他们连自己起家的 老祖宗的 烈士陵园都敢拆 八路军 新四军 当时的这些故居 他们都敢拆 但是能给他们 带来经济效益呢 哪怕带有一些 耻辱性的建筑 他们却完好地保留着 现在还来谈 强财对于政府 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 社会基础建设的 这个正义性吗 一个字 钱